今天要做一道特别好吃又简单的菜 炖牛肉 这是我买了一块带筋的牛腩不纬 然后先将它洗干净切成块 将牛肉切成这样大小就可以了 因为我喜欢吃大块 所以我块切的大一点 然后如果喜欢小块 就可以再小一点 然后我觉得这块肉也特别完美 它是属于肥烧相接的 而且带筋 然后我们要放一些葱段 然后再丢下一块姜 一定不要去皮 然后再准备一头大蒜不要去皮 洗干净丢进去就可以了 炖牛肉的配料基本就需要这些很简单 然后再扔进去两颗大料 以及咱们摊成给的料包 然后加一些酱油 用生抽 再倒一些花雕 然后再加一些甜面酱 那个甜面酱一定要注意 就是有的是发酸的不要用 我目前用6BG我觉得还可以 加入一下 基本就倒入这个量 我这个牛肉差不多是二斤多一点 基本上就是这个量就可以了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一些盐巴 加入一些清水 清水的量不要没过牛肉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最后再加一点老抽调色 点一点就可以 最后再加入一块冰糖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我用的是高压锅 一般上汽以后16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涉及到会会一些菜 所以不易压的时间过就过烂 如果要想吃烂一点的话 一般就是20分钟 上汽以后调到中小火 15分钟就可以了 大功告成出锅了 大功告成出锅了 看他炖的肉 我就说这块位置特别的好 都是肥瘦平间带筋 我这个是吃饭以后16分钟 是为了灰菜的 如果要是说想直接吃 稍微再嫩嫩一些的话 就别差20分钟就烤了 很完美的 好 土豆炖牛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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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